另外一个作品云罗山 其实我们刚刚讲知己 它是新编的老 新编金剧 云罗山是新老戏 新老戏 宝春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新老戏 云罗山这个戏呢 过去是温偶红先生和我父亲李绍春 一起弄过一个老本子 是根据一个地方戏 整理了一个老本子 但是这个戏呢 我只听我父亲讲过 但是没有看过 他也没演过这个 云罗山没有演过 后来没有演 就是给整理出来 有这么一个基础 但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前辈一些留下的东西呢 好像我们这个机会有条件呢 如果能给他整理出来 加一个修饰 其实是我们很想做的 从我来说 我也很想做的 你包括今天的昆渠 它能够振兴起来 发展起来 它也是把传统很多东西都重新挖掘出来 我们京剧的 其实比昆渠更难一些呢 就是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挖出来呢 我们由于京剧的这个现象呢 就是我们的戏不是像昆渠那么集中 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个大戏 我们必须重新的给整理 它可以唱 可以不唱 可以多唱 可以少唱 这个没有一个过去传承的规范 昆渠就 它一个传统戏拿下来 它就是经典的 它都在那里 我们得重新创作 所以这个本子呢 就是必须要重新来编排 重新写 这个其实工程还蛮大的 老先生讲 无成为患 没有继承为患 将会有很多 没有继承 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基础 无心则止啊 你没有一些心意的东西 你的就停滞 就停滞在那里 停滞 所以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我们继承 但是我们也得有心意的 一些融合跟包装 这出云罗山 我们请了李院长 还有大概 我一说 这个我们台湾当观众 非常熟悉的 我请了狼祖云狼姐 演一个 这个就跟三八婆一样 一定很过瘾 我们从这个唱腔上 我们还有 一些邓丽君的歌调在里面 好特别 因为喜剧调剂 就让一些觉得好像丰富一些 还有黄雨林 黄雨林 大家也都熟悉 发挥她的能量 我们有把诗过去的传统戏的 狮子精锋的一些宰歌宰舞的东西 也都拿在这个这个戏里 融化在这戏里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云罗山的剧情是什么 云罗山剧情这个传统戏呢 没有那么深刻的挖掘这个 好像我要体现这个知己的一些人性 传统戏剧就是形容了一个家庭 为了穷人 穷人家有一个儿子生了 但是呢是喜庆嘛 但是我们穷 那个富人家有钱 但他没有儿子 他想得有儿子 他就这个通过也算那个官商勾结吧 就把人家的儿子偷来了 那你没钱你养什么儿子 就给儿子偷来了 这个穷人呢 虽然知道我的儿子被你抢去了 也不敢说什么吗 还是没钱养算了 我说了说了差点被打死 我没有这个能力 没办法把他抢回来 等于这种两种势力 就是一种强势 一种弱势 一种势力 就集中在一个儿子的点上 最后呢 就是一种被逼无奈了 他的妈妈也被这个穷人家的被逼死了 所以他被逼无奈老婆呢 儿子丢了又疯了似的一样 就是神经就有点这个不正常 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多朋友帮忙你 那我们帮你咱们把儿子抢回来 抢回来 所以最后呢 就是大家给儿子抢回来 情节不复杂 表现当然就比较丰富了 我很想要请老温老师跟我们聊一下 你们觉得当代的金剧跟昆曲 未来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发展 你们对他的期许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就是昆曲该怎么走 现在就是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你要固守传统 然后就是一成不变 原之原味 还有一种就是你要创新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两种 都有点极端了 其实我觉得宝春老师 就是搞的这个戏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好地把这个两者 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住 你本剧种的精髓的东西 你的精髓你绝对不能丢掉 你丢掉了你的精髓 那么你就不是你 你就不是昆曲了 或者你就不是精绪了 那么你就失去了 它存在的意义了 你再搞的东西都不是它 那么你如果说 你永远固守于传统 那么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了 大家观众的审美情绪 审美的要求 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还是非常地简朴 非常地朴素这样的 可能也不大能够吸引到 更多的观众来欣赏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一定要有变化 有变化 但是呢就是不离开 它本体的心水的变化 做一些这个舞台上的 一些表演啊 包括舞美各方面的一些创新 宝春老师这几年做了这么多的新编精剧跟新老戏 应该更有感触 对我的感触呢就像我刚才说 就是如果没有继承 我自己弄戏我就觉得 非常没底 那我弄什么呢 我就不知道应该 我的能量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还得 就是找住自己的能力 自己你比如现在我排戏 你让我去排个电视 我就不知道这镜头啊 你怎么分法 那你不了解 那是另外一个专业了 对另外一个专业 所以这个专业还是蛮重要的 是掌握住自己的专业 继承扎根一下自己专业 你必须得了解 你还不能只了解 你还必须得掌握它 然后怎么发挥 像刚才钱老师也讲 你都什么年代了 我真的想说我演京剧 我希望昆曲观众也来 那就是我请了钱老师 那昆曲观众也可以来 哦京剧跟昆曲融合这么好 那就是我的做法 我的追求 那下次我都想 就像刚才说 哦我希望 钱老师演戏 我也参加 这个昆曲的 那个长生殿 对 那我们又有一种 这个形式啊 就是都是传统戏曲的 一种方式 追求的点 就是希望观众能够喜欢 能够有观众 像刚才 无成为患 无心则止 就是我要继承 我还要有心 这就是 我们尽力而为吧 我们的一个传统戏曲演员的一个 一个追求 对 其实这几年台北的艺文圈 大家都会争相走告说 你看了长生殿吗 你看了牡丹亭吗 就是在这几年台湾的艺文圈 还蛮流行 大家开始想要看京剧 想要看昆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观众很期待有新的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这次也非常期待 两位老师带来的 知己还有云罗山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